这盘棋讲解是神之一手 2024年的十番棋 这是第五局 刘泉对战张升红 双方吃完饭回来了 他们走的招法是尸脚炮 对进三组 这部棋啊 张升红也是想了半天 认为正招还是这个棋 不同的地方在于呢 他早上走马二进三 所以下午就先马八进九 这个棋的好处在于呢 他右边不定位 如果你要加中炮 他可以上马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对方上马了 那黑方就上马 飞向平炮要处居 对方先处居 那就牵住他 冲三兵以后 进炮准备压马 如果你上马 他就跑八腿一 这个棋是循环 所以最终他是可以走到这个棋的 五方索性也就对掉 压中马之后 对方吃就打一枪 然后裁掉 落向 昆炮 然后呢 把居缝住 接下来 黑方是上马 避免他吃霜 那么他仍然是点进来 就不让这个炮 我调整 然后呢 这个棋他就飞向 那么其实飞右向 可能更好一点 必要是可以出居 飞左向以后 红方是炮四进一 黑方就挂交马 然后他上马 这里就退一步 这儿红方是跳进来 这边盯着马 黑方 他选择足五进一 就是不给他过来窝槽 红方就跳进来 黑方能走的就是 马六进八 挡住就行了 临场他马六进我去 这样一来的话 给了对方一个踩霜的机会 黑方呢想接力用力啊 踩退一步鞠 一旦你的鞠走开 这足五进一 反而过足踩马 马一走再冲下去啊 拱炮拱下 应用反击 看得挺凶 但是呢 这时候 牛船走出了身之一手 直接甩袍了 弃鞠要杀 击不起啊 将圣红也愣了一下 没想到对方敢这么走 那今天走到这儿 肯定要吃呀 因为不吃的话呢 等着说 吃完之后 有一个炮还能扛一下 他能坚持多久呢 我们看一下 那这儿啊 炮打过来 这个很关键啊 他这个一推炮 就是个杀招 现在面临抽居啊 都顾不上 补格式啊 准备七居结尾 关键红方还不吃啊 退回 将军就出啊 他把马给踩了 那这儿的话 这个气就非常凶狠 他这边总是有一个重炮杀旗 黑方的话 很想用炮过来挡对方 但是来不及 红方只要退回啊 到兵线就行了 那这样我就无解了 因为没有人挡住后炮呀 刘全他走了个推炮打狙啊 那就进一步 嗯 他是这么一将 那黑方刚好可以填狙结尾 到这儿他把狙一踩 他把炮一吃 他一将啊 过来之后就是以多气少 把这个马给他吃掉 现在形成马炮啊 欺负单炮 这样的话刘全比较有把握 然后的话这个气啊 跳马 打着向 那只有落向 踩足啊 到这儿是 先把炮退回来 挡住不让 退回是想对中足 上马准备硬踩中足 逼你去换 冲过去 啊 那这儿的话 也没有必要用强 如果用强的话 冰三斤啊 强硬过一个冰都行 当然直接换掉也行 对方临场的话 踏这儿啊 也就认输了 因为打完之后 他的炮退回去 下一步把这个 猪还是削了 这个马炮兵就是个赢气 而且是马炮双兵 黑方再也扩守不住 到这儿张士红也就认了 这盘棋啊 刘全获胜 刘全获胜